林伟协助主教练 记者李慧周社 Reporter and I want you in Calcian Report 职业联盟昨晚的一次严重误判对富邦泰坦不利 除了引发网友热议外 现场粉丝纷纷纷用全彩影印关键时刻截图抗议 成为另类焦点 事实上 中信兄弟主教练林伟卒去年8月 曾拿出全彩影印截图作为证据 引发热议 他在今天赛前还表示 在提起上诉后 联盟人根据所见所闻维持原判 去年8月19日 中信兄弟十五不敌统一雄狮 第七局 兄弟俩一蕾和三蕾先后两次出局 王伟成击出的滚球 被二蕾手拦截 送至一蕾手 对辅助判决提出异议 维持原判 此刻朱先生除了对判决表示抗议 还趁着比赛暂停拿出了A4尺寸的全彩副印件 证明有一张图片显示王伟成的脚先于球到达 请继续阅读 林伟卒拿着全彩影印件抗议 资料图 记者公乃结社 富江的行为也被当时的秘书长杨庆龙称为不妥 兄弟们也在第二天正式向联盟提出了申诉 不过 投诉的后续情况并未曝光 总裁助理今天表示 联盟以书面通知维持原判 他们应该从他们认为A的角度维持原判 由于联赛基地裁判昨天裁定富邦静旅王政堂提前离开基地 因此无法通过电视辅助裁判 因此当被问及是否赞成增加辅助判断项时 他指出如果可以没有必要增加 如果有问题可以提高游戏质量 但他也提到自己也面临着游戏时间过长的问题 所以他强调对于加不加 他没有意见也表示尊重 不需要吸烟不需要匆忙 现在用up看新闻 保证每天都能终奖 点我下载呀